为什么会有实验班 为什么会有音乐班 我相信 学校是秉持着 音才师教的育人理念 让每个班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发挥到最大化 的确如此啊 全国奥数竞赛近在眼前 实验班的学生现在是争分裸秒 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我个人建议 这次见到晚会 实验班大可努力参加 这么重要的集体晚会 你们又要领阵脱桃 你 所以我说这就是实验班 和艺术班之间的区别 向老师 你有时候真得换位思考一下 换位思考 我思考什么呀 在你们眼里成绩分数是最重要的 好像这就是判断一个 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 自从我做了音乐班的班主任以后 我听到了多少实验班 对音乐班的冷嘲热讽 更何况是我的学生们哪 你们作为老师的 不加以正确地引导 反而在这儿说这些风凉话 你们觉得合适吗 我自己班的学生 我当然要对他们负责 成绩才是最重要的 肖老师 实验班的是属于万众瞩目的焦点 你们音乐班真的就不一样 所以你管好自己的班 别的班你就别指示了 对不起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